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希望通过今天我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然后让大家能够对于微服务治理这个领域啊 然后对于OpenSeq Go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认识 然后首先是第一部分啊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微服务治理 就是在现代的一个微服务架构里面 我们通过把一个系统去拆分成了多个服务 然后用远程过程调用来连接 会有很多的优势 但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挑战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词语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微服务架构 在生产上所面对的一些挑战 我们这边简单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最常见的 激增流量的这个场景 就比如说现在 其实AIGC非常火爆 但其实相关的服务啊网站 它都会有可能因为我们激增的流量 去变成一个服务不可用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很有可能会让我们去错过 一个最佳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窗口 然后再比如说缺乏容错机制 这也是之前发生的事情 就某视频网站 它因为某个服务不可用 然后就导致这个风险 随着我们的调用链 反向的一个传播扩散 最后就导致了我们 整个网站的一个入口不可用 然后也是影响了千万用户 并且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经济损失 其实这些生产实践上的一些故障 就在提醒我们 稳定性这一点 是我们要用好微服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然后为了去保障我们微服务的一个稳定性 其实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些架构上的一些演进 单一批像左边这个图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传统三大件 通过这三个的配合 我们的服务就能跑起来了 但是说这时候 它其实距离我们真正的一个生产可用 还有非常长的一个距离 然后为了消除这其中的一个gap 很多的一些企业和社区 都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 就比如我们W社区 其实在W3中 就已经引入了一些流量管理 高可用性的一些特性 来保证我们微服务的一个稳定性 所以说可以看到就是大家对于 从把微服务跑起来 到一个真正生产可用的状态 这中间其实要去做微服务 这里这件事情 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 但是说到底要做哪些事情 这件事情怎么做 其实我们都不是特别清楚有的时候 然后其实我们从一个软件生命周期的一个角度去区分 去划分的话 微服务这里可以分成这样三个域 一个就开发测试 然后变更的变更态以及运行态 在每一个域下面我们都有非常多的一个挑战 但是其实我们也各自已经有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实践和探索 就比如说对于发布有损的这个挑战 我们可以通过无损上下线去解决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灰度的手段 去控制一个变更的影响面 对于不确定的流量 我们可以用流控和热点来进行防护 不稳定调动的问题 我们可以用垄断和隔离去解决 所以说其实就可以看到在各个领域里面 我们都有一个非常成熟的方案 以及非常效果非常好的一个实践 但是可以看到就是 不管是阿里啊 还是其他的公司 我们在真正的体系化的去落地这个微服务治理的时候 还是会遇到或多或少的一些问题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些问题主要有什么 首先就是我们设计的组件非常多 一个常见的微服架构 我们肯定要有Double这样的定用框架 NUX这样的注册中心 Centinel啊 Hestria这样的一个稳定性相关的一个组件 但是这些组件 它都没办法进行统一的一个治理 管控的成本就非常的高 第二点就是概念不同一 这边就拿Centinel做例子吧 就是Centinel和我们的Inware 其实都有一个隔离的概念 但是Centinel中隔离是并发控制 Inware的隔离它是摘除掉一些不健康的实力 这其中的差距就是非常大的 我们开发者的利益成本就会很高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能力不对齐 因为我们各个企业以及框架都有自己的场景 我们基于这些场景有我们自己的最佳实践 但是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对于开发者来说是很困惑的 最后一个就是配置不统一 这个问题其实我相信大家会非常的有体感 我们还是拿Centinel做例子 Centinel Hestria 以及我们的Eastio 其实都有垄断这个能力 但是大家配置全都不一样 一个开发者如果想要用好 他就要去区分这些区别 要去分别去学习这些配置 这其实是非常不利于我们开发者去理解 也不利于我们去做统一管控的 所以说就可以看到 我们真的想要去体系化 如果敌微服务治理的时候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阻碍的 然后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去提出了OpenSirco这样一个项目 OpenSirco它希望能够提供一套开放通用的 面向渊源生架构的一个微服务治理的解决方案 和腰准规范 来帮助我们去保障微服务高可用 然后上面这四块的话 其实就是OpenSirco社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愿景 首先我们社区会基于业界的一个微服务治理的一个场景 和实践去抽象一个通用规范 并且我们提供一个统一的控制面去承载这套规范 然后来降低一个使用与维护的一个成本 然后在纵向上 我们会去对链路中的每一环都进行抽象 来覆盖一个完整的场景 在横向上 我们不管是Java语言 Go语言 不管是传统的微服务 还是现在一些墨式的架构墨式的体系 我们都会把它纳入到我们的一个治理体系当中 最后 因为其实稳定性的问题 因为其实OpenSirco是一个开源的开放标准 所以说光有阿里一家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说我们就联合了很多的企业 以及社区来共同合作 这边比如说Bilibili 中国移动 包括一些SharingSphere 或者是自己跳动的Claro Vigo这些社区 我们共同去合作 去共建这样一套开放的标准 希望能够真正的去解决一些 微服务稳定性的一些问题 好 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整体的一个架构吧 前面也提到 我们会基于业界的一些实践 去抽象我们的一个Obersuggo的一个Spec 但是Spec仅仅只是第一步 我们需要有一个控制面 统一的一个控制面 去承载这一套Spec 然后社区在一开始演进的时候 其实选择了一个 从临开发控制面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条路线 我们去开发了一个控制面 来负责规则的统一管控 和一个策略的决策 但是我们后来 在后续的演进中就会发现 其实既然是可以基于Eastio去做 我们站在巨人肩膀上 能够更好的去复用原有的一些能力 所以说在社区后续的演进中 我们会结合Eastio 去扩展我们的控制面 与决策中心 来实现治理规则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管控 以及我们治理的策略的一个预计算码 然后这是控制面 然后在有了控制面之后 其实我们还需要一个数据面 去实际的承载我们 治理的一个能力 以及一个执行 所以说这边的数据面 可以是像深层这样一个中间键 也可以是框架本身 然后控制面与数据面之间的一个数据链路的话 在一开始的架构中 我们自建了一套GLPC的数据链路 但是在选择了以Eastio为基础的 这个眼睛路线之后 我们会去拥抱XDS 然后我们会尽可能的去复用XDS的数据链路 只在它不能承载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使用我们GLPC的链路来进行数据的一个传输 然后就像刚才提到的 后续控制面的眼镜 我们会基于Eastio去进行扩展 然后Eastio其实本身 它也已经具备了一些治理能力 但其实它的治理能力 主要关注的还是流量控制 也就是说让流量去到该去的地方 而不是微服务的一个治理 在微服务场景下 有很多稳定性相关的一些场景 其实是Eastio所提供的功能 所不能满足需求的 然后所以我们Eastio就基于这些场景 就前面提到的 比如说变更态的稳定性 运行时的稳定性 我们基于这些场景去抽象了 我们去抽象和定义了 我们自己的一个标准规范 希望能够更加去贴合 我们的一个微服务的一个场景 所以说其实整体上来看 在微服务治理这个领域 我们会是Eastio的一个超级 而不适合它是一个互斥的一个关系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OpenSea Go是怎么通过这些标准规范 去解决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些场景的 首先我们就先一起看一下 流量路由的这么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其实目标就非常简单 就是把特定的流量 路由到一个特定的Workload上面 然后我们往往会用它去实现一些 比如灰度呀 或者是同AZ路由 或者是切流这些方案 其实这个在业界Eastio已经基于 Virtual Service和Designation Rule 去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流量路由的实现 但是我们在调研以及实践过程中发现 它其实并不能很好的去满足 微服务场景下的一些需求 所以我们最后选择的就是 基于它的格式来进行扩展 我们为了更加贴近我们微服务的场景 去扩展去做了一些扩展 就比如说我们去增加了路由失败后的一个处理逻辑 这个在微服务场景下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需求 同时由于Eastio其实它更关注的是一个HTTP的流量 所以说对于Double这种的RPC调用 它其实不是特别好的去承载 所以说我们也是提供了更多RPC模型的一个支持 同时当然我们社区也会探索和一些社区标准 去做一个标准化的结合 来让我们的标准更加的通用 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灰度这件事情 其实它在阿里内部数年的一个安全生产实践中 它和可监控可回滚被称为一个变更的三板斧 而其中灰度它是控制我们变更影响面 然后保障我们变更太稳定性 一个必不可少的能力 然后为了实现灰度 我们其实会有几种方案 首先最粗暴的物理隔离 我们再去构建一套一模一样的环境 然后来做到灰度 但其实这种方案它整体的部署和维护的成本就会非常高 然后所以我们就提出了第二种方案 流量灰度 我们在每一跳通过流量的一些特征匹配 来决定它去往灰度环境 还是非灰度环境 然后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就能通过前面所提到的流量路由的这个能力去实现 但是其实也比较明显 就它会有一些缺点 首先我们在每一跳都要去定一这样一个路由规则 会变得非常繁琐 还有就是有些流量匹配所需要的一些信息 其实在后续链路中可能就会丢失了 比如说用户的一些信息 可能在前面几层调用之后 我们就把它去除了 所以说它在真正实施的时候 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难度 所以我们又进一步的去提出了全链路规则 我们通过在路口处的一个单次匹配 为我们的流量去打上标签 这样子后续的链路就只需要去做这个标签的一个透传 自动的一个透传 以及按照这个标签去路由就可以完成我们全链路灰度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以一个比较简单的配置 就可以完成一个复杂的全链路灰度的一个能力 然后OpenSogo也为此去定义了我们的一个对应的一个CRD 我们将这个CRD称之为Traffic Line 然后匹配到这些流量之后 我们要定义的就是给它们打上什么标签 并且最后我们要定义的就是我们这个标签要怎样的往下 要通过什么方式往下去透传 通过这三部分我们就定义了一条灰度用刀 但是其实大家也知道定义是只是定义的话 是完全不能够实现全链路灰度的 我们如果要真的实现全链路灰度 还要依靠OpenSogo整个体系 全链路全方位框架的一个支持 这样才能做到让我们的标签 在这些框架中去自动的透传 然后这些框架也能够通过我们的标签来进行路由 然后这里面其实会有一些标签透传 以及流量蓝色的工作 我们会通过一些标准的Trace体系去完成 就比如说OpenTelemetry这些 然后右边就是一个CRD的例子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聊第二大块的东西 就是运行态的一个稳定性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边主要就提两个场景 一个就是流量激增导致服务不可用 就比如说双11或者是其他活动中秒杀 一开始流量是稳定的情况下 系统也处于稳态 但是当我们的流量激增的时候 系统其实就开始往不稳定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异常调用也开始突增 然后最后就可能会演变成一个不可用的状态 然后在这种场景 我们一般的实践就是说通过流量控制 去拒绝超出容量的一个请求 或者通过流量平滑的能力去削分填骨 来让我们的流量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 从而使我们的服务也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 然后第二类场景就是不稳定调用 导致服务不可用 这边的话其实就常见的场景就是说 我们去调用第三方服务 它其实是我们不能控制的 然后这边不稳定 主要指的是慢调用或者异常 我们以double为例吧 就是当double的provider 如果出现了一些慢调用的时候 其实是会造成线程堆积的 然后这个时候 它不仅影响自己的接口调用 它又影响其他正常的接口的调用 就会导致我们整个服务 可能处于一个不可用的状态 然后这种风险也会随着我们的调用链 反向的往前传播并且扩散 最后可能会导致我们整个系统 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这种场景我们一般会用并发控制 或者是熔断保护 我们去对这种慢调用 所占用的资源去进行一些限制 让它不影响到其他的一些正常调用 从而来使我们整个服务的问题 吸引得到一个保障 然后对于这些场景 其实open circle也都去做了一些 对应的一些抽象 然后Sentinel其实是业界中 以流量防护的一套比较成熟的一个方案 然后它在阿里集团内的话 是积累了大量的一些 稳定性相关的经验以及场景 在18年开源之后 其实在业界我们也进一步的去 吩咐了这种积累 所以open circle基于我们的这些积累 去抽象出了流量防护的一个CRD 这边大家也可以简单想一下 如果我们要定一条流量防护的CRD 我们需要哪些内容 这个其实也是比较清晰的 首先我们就需要确定是 我们针对怎么样的流量 我们可以按接口名滑 也可以按请求中的一些特征去滑 在确定了流量之后 我们就要去确定采取怎么样的策略 这边策略就包括了刚才所提到的这些策略 以及更高阶的一些 比如说自信用过载保护这些策略 然后其实限流这个行为 是有损的一个行为 但是我们一般不希望这种有损 传导到用户那边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定义一些forback行为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让这种有损 让这种限流行为在用户侧 它是一个友好的状态 我们就拿刚才提到 米沙场景为例 最基本的 我们返回的不应该是一个限流 我们返回的可能是一个 排队中紧稍后的这种forback 然后右边就是一个CRD的一个事例 它的一个目标就是说 接口名是-for的 然后去做一个全局的一个限流 然后它的那个行为 就是返回一个我们自定义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返回体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套CRD的配置 其实我们就可以 不管是double框架 还是其他的框架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样一套标准的CRD 去非常方便地使用 我们流量防护的一个能力 然后接下来讲完了这些 这些标准或者是规范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下 Open Circle与Double 在服务治理上的一个最佳实践 这边会给一些demo 我们先讲一下接入这件事情 其实如果我们的框架想要接入到Open Circle这个体系 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说 框架去对接Sentinel 这一类Open Circle的数据面 来实现对接到我们Open Circle的一个标准和能力 Double其实就这样干了 我们框架的开发者 就只需要说开发一个对接Sentinel的一个适配文快 他就可以接入到Open Circle的整个体系当中 然后当然其实也有些框架 他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或者说他有更贴近场景的一个治理能力 他就可以自行的去对接我们Open Circle的一个标准 不管是哪种对接方式 对于用户来说 他都只需要说我去引几个依赖 他就能无感的获取到Open Circle所定义的所有治理能力 所以说还是比较好用的 好 接下来讲完了那个框架接入的话 我们就一起看几个demo 来看一下最后实际的一个效果 首先就简单讲一下第一个场景 全联络灰度刚才有提到 然后这是一个简单的demo 然后我们只需要去部署这样一个CRD 定义说-A-W的这个请求 当它的参数里面出现了小名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导向灰度的一个环境 看到OK那效果其实符合预期的 有灰度环境的就是灰度环境了 然后对于不符合我们要求的一些流量 它就还是走基线环境 我们只需要简单的一个CRD就可以实现 但是我们生产环境 其实不可能像demo那简单嘛 它会涉及非常多框架 RackM QoS 这些都会涉及进来 但只要这些框架都对接了我们 OpenSQL的一个体现 我们还是一条规则 一条CRD就可以去实现全肉灰度 第二个场景 就是刚才提到 不稳定调用的场景 这边是一个非常简单的demo 就是A调用B 是一个W调用 右边是两个接口的一个流量图 一开始这两个接口都是一个 都没有产生慢调用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流量就处于稳态 也没有异常的流量 然后在第一个时间点 我手中的去调整了Slow接口的这个RT 让它变成了一个慢调用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首先Slow接口的异常流量上来了 它变成一个不稳态的状态 同时由于它RT上来之后 其实是会大量的占用线程式的一个资源 它就会挤占其他正常调用的一个资源 所以我们的Type接口也受到了影响 异常流量开始飙升 同时Double这边也会爆出相应的爆错 就是我们线程式已经被耗尽了 然后大家其实可以想一下 在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流控规则 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其实在我们过往的经验中 很多人都会选择说 去用一个流量控制的方式 我们来控制QPS 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一起来试一下 在第二个时间点 我通过我们的CLD 去应用了一条流控规则 我们限制了入口QPS100 就是它稳态的一个QPS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情况确实得到了缓解 异常流量有所下降 但是由于这时候请求 其实已经堆积了 它已经堆在那边 我们打发现了QPS 还是有请求进来 进一步的去加速的这个堆积 所以说我们的Quick接口 并没有完全恢复 但还是会有很多的异常在这边 所以说可以看到 它就这种方式其实是不太可行的 这时候最合适的就是并发控制 所以在第三个时间点 我又去通过我们的CLD 去部署了一条并发控制的规则 来限制我们 Slow这个接口 它的并发请求 也就是说它正在处理的 一个请求的数量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Slow接口的一场消失了 然后同时因为它的 所在用的资源被我们限制了 所以说我们能够有足够的资源 去处理那些正常的请求 Quick请求的一个异常流量 也在一段时间之后就恢复了正常 整个系统重新回到了一个稳态 但其实这个时候 慢调用还是自然的 但是我们防止它 来影响我们整个应用的一个问题性 然后是第三个场景 就是自食一购载保护 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demo 就是因为这个demo 其实长时间处于一个高负载的状态 可以看到它图件的 离开了一个稳态的状态 一场流量在一点一点一点上升 很可能下一秒它就挂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就去部署一条自食一购载保护 我们通过相应的一个算法 去控制我们限流的一个行为 去自动的进行限流 来帮助我们系统回到一个稳态 去消除这些异常的一个流量 然后目前策略这边 我们其实在开源已经支持了BBR 然后在内部的实践中 我们也有用PID的 然后这些策略 我就不在这边详细讲了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们的开源社区 在一起参与讨论 然后通过这三个事例 我们可以看到 Double它通过揭露到我们Sentinel 来对接我们OpenSco的整个体系 它就无感地去拥有了 我们所定义的这些治理能力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我们生产上的所有框架 都对接了OpenSco这条体系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 一个控制台去控制所有框架 所有服务的治理能力 这样对于我们去落地治理能力 使用治理能力来说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事情 然后最后的部分就是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们OpenSco未来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规划 首先这是我们的整体的一个 生态大图 我们会希望能够去覆盖 更多的生态 所以在之后我们会关注Java Java生态 Go生态 Gateway 以及Mush生态 在生态上我们会不断地去支持 更多的框架 将它们纳入到我们整个体系当中 而在我们治理能力上 我们也会去尝试抽象 并且落地更多通用的一个 微服务治理的一个能力 就包括流量防护 自愈 服务容错 健全 发现等等 其实我们已经和很多社区 都已经建立了一个合作和交流 就比如说AXX 神语 然后Double RockMQ这些 我们也会继续地保持 和这些社区的交流 共同地去推进 这样的一个生态的落地 这一部分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近期的一个规划 就是首先是在控制面 我们会持续地去推进 我们的控制面 向生产可用的方向去演进 并且在明年的三月份 我们会推出第一个Java的版本 来让大家能够在生产上 去落地我们的一个微服务治理 然后在SPAC方面的话 我们会持续地和社区标准 去进行集成 并且去支持 也会去支持安全治理 离群实力摘除这些SPAC 而与之配套的 治理能力这边 我们今年会重点地去 做三层2.0流量治理升级 去把它正式发布 去支持流量路由 离群实力摘除等能力 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在 安全治理能力 和自信流控上去不停地 不断地去做一些新的演进和探索 然后在社区合作 刚才已经提到 我们会继续去推进 保持和这些社区 以及各个社区的一个合作 然后去推进各个 微服务治理率的一个 生态的一个落地 以及我们统一通知面 和SPAC的一个共建 然后最后我们再讲一下 社区共建这一部分 就像前面提到的 虽然说阿里在内部的实践 以及云上 我们积累了大量的一个 稳定性相关的一些经验和实践 但其实稳定性的问题 它是复杂的 它的场景是非常的多样的 所以光凭我们是不能够去覆盖所有的场景的 所以说微服务治理的技术也好 生态也好 标准化也好 它的眼镜是需要大家的一个 共同参与和建设的 然后大家其实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 来参与到我们OpenSQL项目的一个贡献中 第一部分就是微服务治理的SPAC 其实很多社区和企业 其实都是各自领域的一个领先者 所以大家可以从自己的一个场景 和最佳实践出发 一起来制定和完善我们的标准规范 第二部分是我们的一个统一控制面 其实统一控制面 我认为这边是有非常多的可能性的 因为它其实处于一个决策者的位置 所以说它一定程度上 是有整个系统的一个上帝视角的 所以说在AI技术这么火爆的现在 我觉得它是大有可为的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治理能力 和社区生态的一个贡献 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服务 具体的一个服务治理能力的眼镜中 也可以去参与到各个社区生态 来对建OpenSQL体系的这么一个代码模块 或者是文档中 最后我想说的是 其实微服务治理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平台 参与到这个里面 其实我们能够接触到各个领域的一个场景 以及技术 所以不会去说被限制在一个单点技术范围之内 所以说最后就是欢迎企业和社区的同学来加入到我们的开源贡献小组 我们一起去主导下一代的一个微服务技术体系的一个眼镜 然后最后是这边是我们OpenSQL和Sendal社区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以及丁丁交流群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扫脑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 然后接下来应该是提问环节是吧 没有人Q流程 我自己Q一下 还有时间你到了 对我自己Q一下流程吧 待会有问题也可以问一下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里面的那个治理能力 包括刚才你讲到的很多限流啊 或者并发的控制 它其实是依赖应用本身那些数据的对吧 比如说它的这个失败率啊 或者说这个延时啊 然后刚才前面那个可观性其实也讲到了 可是这些数据的对吧 这些数据貌似没有打通 就是它踩了一份你踩了一份 对吧 这个是不是忽略可以 这个可以提一下 因为其实可观测也在我们的治理领域里面嘛 然后其实这也就是刚才我说 为什么控制面带有可围这件事情的原因之一 其实就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想要做这件事情 把数据统一或者说决策统一的话 这件事情就应该由控制面来承担 控制面去接收这些信息 然后至于我们怎么上报 或者说这些东西的格式 都可以通过SPAC去定义 就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将可观资料体系统一起来 然后由我们的控制面 去做一个统一的计算 管控和策略的抉择 然后再来做 我理解这样其实是一个 相对于分散来说 它肯定是一个更好的体系 它获取的信息越多 它所能做的决策 它的层次也会越高 准确度也会越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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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